最近經常在家裡不是睡覺 而是玩遊戲機,令人都頹廢了 不過有個朋友說帶我來做運動 不知道他帶我來做甚麼 黃之文 你來了嗎? 為何我們會在鏡頭上 不是做運動 做運動吧,我們聽不懂 不行,我完全不懂跳舞 我的手腳不完全不協調 不要緊,你玩玩而已 你叫全叔,但你一點也不阿叔 你相信我,你是武王 給自己信心 你打算怎樣調教我 你教的吧? 我的小學雞,不是我教的 你用小學雞 我可以介紹我的跳舞老師給你認識 Vicky 你好… Vicky老師,你好 他有個內容,他叫小辣椒 小辣椒 對,他的手腳很熱 跳出來很熱 對 所以我們今天跳甚麼?老師 我們今天跳一種比較女生的 是否很熱 那你很不適合我 很適合你 你可以的 也適合你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開始熱身 然後我們做個螃蟻 休息一下 要你怎樣 好,腳曲腳 一、二、向上 好,之後跳下去 一、二、三、四、四 起床 一、四、七、八 再後裙 二、三、四、五 你可以的 七、八 把你的膝蓋擸開 這樣 kabo 抹開 想不想我過來幫你抹嗎? 要緊 我知道, 電視機前的大家 看到我拉筋拉到這樣的樣子 一定在笑我 不過我是不會放棄的 加油, 穿著 我們可以做習慣 但是Vicky剛才好像做完這個 之後已經做了一整天運動 下次不如試試游泳穿泳褲做吧 可以想想吧 對 不如你穿著比堅尼和我一起做吧 好 我們在沙灘做一次 1、2、3、3 再快一點 然後我們學的一手是很容易的步驟 很簡單的 是 不用擔心 真的嗎? 是 他做完鞋子很擔心 你行的… 他說很簡單, 心裡更害怕 好, 我們先合上腳 重心會由左腳移到右腳 你走的時候可以加美力給自己 美力 對 新陳全的美力 好, 準備5、6、7、8 自文的美力 1、2、3、2、1 我們突然量一下 3、2、1 同時我們的左腳會再一起 4、4時 我們要加重力 5,2、3、2、2、3 到這裡 對,胸口會打開 然後兩隻手按住 然後肩會由左邊 轉向右邊 然後重心會上來 然後把重心放在左腳上 然後踢右邊的腳,踢 踢 然後踢 踢 對,然後轉過來 我們女生兩隻手可以這樣插腰 對,男生呢 現在就這樣轉就可以了 左手會下去 3 4的手上來 4 之後5的手會吸腿 1,2,3,4 我們右腳盡量跨腳 之後會摸肩膀一下 之後下去 之後上來 上來 對 好嗎? 我試一次由頭 好像對Manny來說很容易 好 可以 好,你的學生 加油 尊重我可以嗎? 加油 加油 好,你有你的風格 好 好 誠實 1,2,3,4 5,6,7,8 1,2,3,4,5,6,7,8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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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1,2,4,7,8 1,2,4,7,8 2,4,7,8 2,4,7,8 1,2,4,7,8 1,2,4,7,8 對 好 我的關節真的是 我們嘗試由頭 好緊張 1,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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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很好 同學 為何你一課這麼快 就可以學到整首舞 你也可以的,剛剛表現得很好 對,你很好 我真的不行 但Vicky老師,Mandy算學得好嗎 簡直是快,我們剛好短時間 到自己跳的時候 其實要記住這些步驟 好像不能離開 我同樣,我看著你們跳 我也很享受 是嗎?其實我也想享受看你跳 不如你跳一次單獨舞 我也很享受 因為觀眾喜歡看更漂亮的東西 我們這些醜陋的舞步就不要看 我給你一個挑戰 不如你學會後放上網給大家觀賞 好 記住,加油 好,但這次因為Vicky好像跳舞 比較辣 下次有些… 較男人 較男人 對,她處理得好 我平時教學是比較中性的 是嗎?還可以的 那她夠不夠熱和辣椒 有你一半的功力嗎? 她一向都是走熱的路線 太好了,還有優美 即是有優雅有客 對,優雅 你很厲害,Mandy 你也可以的,加油 其實我覺得跳舞 除了喜歡之後 我覺得也是運動的 如果跳舞之後很開心 出了一身汗 開心 多謝今天,多謝小Bicky老師 謝謝… 謝謝… 現在整個人找新陳代謝 頂得住嗎? 很加速 我看你剛才完全好像… 氣都不喘下 我看你剛才跳 其實也不是,也辛苦 是 因為老師今天教這支舞 也不是我平時跳的風格 但我覺得跳舞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應該學習不同種類的類型 不應該跳死一種舞種 其實當初為何你會走去跳舞呢 五、六歲 我和我姐姐、表姐、表哥 喜歡在家裡玩 就是開一個音樂會 我們就當作做一個生日會 但在生日會上 我們會有一個表演,表演一部分 我們很認真會彩排,會練舞 直到那個人生日派對為止 即是很專業,已經是一個表演 對,你會入場院 你不是可以隨便進來我們這個表演 有浴場 對,我們只是單純給我家人 而且我們很認真程度 就是每張門卷都會寫了名字 有名字,表演項目 而且每張是成為10元 我永遠擔當這個表演 衝出來唱歌、跳舞 在那裡整鼓造 這件事從小時候開始已經是盟雅 然後說到跳舞 我想是因為追溯我小時候很喜歡Michael Jackson 小時候瘋狂到跟我姐姐 把他的音樂影片 起碼看超過100次 每一個動作、眼神 每一個細節我都會記得很清楚 那是學會了嗎 其實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看 純粹是模仿 那我穿著就覺得 穿著這雙膠拖子好像挺順滑 這樣就已經挺自己玩 可不可以示範一次 現在 但沒有拖鞋 我們換了拖鞋給你 你還可以嗎 對襪穿可以嗎 你順滑的拖鞋 太絕是做不到 加地板 所以要滑一點地板才能做到 是否現在要表演 你試一次 好 這個我已經是… 起碼20年沒有做 但現在我是… 其實是幫他們抹地板 對 對,這裡白了 可不可以之後教快鏡 讓我很早就很順滑 好,那可以,做完 好 喂,還記得嗎 其實… 你可以做得自己試嗎 不用了,可以的 好,稍後教你 可以,也可以 好 接著就正式進入學院的學院 最初你覺得自己會不會有天分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很有天分 但我很喜歡這件事 經過了第三回合後 最後就順利進入演藝學院 我還記得在一封信 在樓下開信箱 我只會在兆巴站哭哭 然後可能連演戲 很多東西都要學 不知為何我演戲的演戲 我只會是歌分過跳舞 是嗎 是的 我記得演戲是拿A 但跳舞就沒問題 然後又突然轉去拍攝 當時的演戲老師跟我說 其實你可以考慮轉去劇學校 接到你第一個角色 你還記得的是甚麼 記得,我第一個角色就是 做娥姐的女兒 被Bisa姐說我不懂演戲 那一套,我第一套情生 但也很幸運 那時候我們讀完訓練班 其實我們有個會演 其實有很多監製導演 所以我在這個會演中 我得到了我第一個主持工作 以及我第一套劇集的角色 然後突然之間 有一段時間就開始 真的被觀眾認識 演戲以外的黃哲民 真的開始跳舞的黃哲民 因為上次拍三個亂一個人的時候 我自己跟當時的老師 就排了一隻舞 用舞相主題曲 開始多了人知道 原來這件事是我自己喜歡 還有其實這個跳舞 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個人跳舞 我看到你也跳了很多不同的舞 其實你自己本身 有沒有跳開K-POP之類的 沒有的 真的膽生毛一樣 就跟隨大隊就去了 最大的挑戰就是 你怎樣可以放下自己有的東西 而從零開始 一切歸零就重新去學習 可能還有無窮無盡的東西 你需要去發掘 即是喜歡上課學習 其實你一直以來 都一直在這個環境成長 對 我很喜歡 很享受做學生的感覺 無論跳舞、演戲 因為剛剛又跟Kandas 去了法國上戲劇堂 我很喜歡那種學習的環境 越大越喜歡 小時候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想要逃學 現在有沒有說 可能跳舞 你還想學多一些不同的舞 也會的 但反而我想學多一些不同範疇的東西 最近又對這個營養 健康又很有研究 我每一段時間都會對一些東西很有興趣 可能那段時間 我拍攝三個兩個人的時候 我又會真的去上心理學 跟那些人聊天 所以未來我覺得 我不排除又會向這方面發展 就是營養之王之民 健康 你剛才說起和Kandas 其實我們看見你們兩姐妹的感情 非常好 去進修演藝 有沒有覺得感情又再提升 有 更加了解她 我們去法國上課 一間屋 只有一張床 我們也要一起去媽坡睡 各自在床上 她又拿著她的手機 我又拿著我的電話 然後突然她說 我們像不像那些老夫老妻 很多年來的沒有話說 相對無言在床上 大家各自各做自己的事 那一刻就覺得 跟她多年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 就覺得 我想她真的會比我自己的親姐姐 希望你接下來 這段之後的日子 可以學多一些東西 然後在演戲上 可能有更多不同的角色 自己去挑戰一下 好 謝謝 Mandy 謝謝